少主,宋嬷嬷看得出自家少主是对兰家公子动了情,你们已经是夫妻了,姑爷是个好人,少主以后会幸福的。 幸福,魏英远眺着兰战,有憧憬,又有一丝愁绪在眉头,我可以幸福吗? 少主,宋嬷嬷知道魏英一直放不下那件事情,当年您也还是个孩子,老夫人她太伤心了,这么多年才会对您这样。 宋嬷嬷心疼魏英,少主,活着的人好好活,才是最重要的。 我知道,嬷嬷,魏英轻轻地点点头。 夏季的傍晚,一片又一片橘红色的火烧云铺满了天空,成红的夕阳余晖洒在小摊上,小摊上的花显得格外美丽。 魏英走到小摊前,拾起一只洁白的海棠花。 公子,买花吗?老婆婆见魏英拿着海棠花,一身白衣随风飘起,乌黑的头发吹散在脸颊,花在其怀里轻轻摇曳,美地就像一幅画一样。 公子,这花很衬你。 老婆婆由衷地赞叹,魏英闻了闻手中的花,淡淡的幽香,但最终还是放下了,自己还要赶路,带着花不方便。 蓝湛在渐暗的暮色中,恍然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。 魏英。 蓝湛心下一紧,追着那个身影,奈何被前面的行人挡了一下,再回首。 那个白色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 蓝湛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,摇了摇头,应该不是魏英,魏英怎么可能在这儿呢? 蓝湛苦笑了一下,原来思念一个人真的会看谁都像他。 蓝湛走了两步,看到一个卖花的小摊。 小摊前摆放的海棠花纯白无瑕,一下子吸引了蓝湛的目光。 公子,买花吗? 老婆婆见蓝湛盯着海棠花,是送夫人吗? 来两朵吧,买回家您家夫人一定会很喜欢的。 蓝湛拿起两只白海棠,在她心里魏英就如这海棠花一般纯洁美好,麻烦替我包起来。 蓝湛拿着海棠花回到马车上,将海棠花放入长匣子内,在上面撒上了一层白纱。 夜晚,万籁俱寂,蓝湛听到轻轻的脚步声,一身黑衣的魏元朝蓝湛走了过来。 小古板,魏元今天难得的礼貌,我今天不欺负你,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? 什么地方? 蓝湛见魏元安安静静的样子,怕他又在打什么奇怪的主意。 你想做什么?带你去看个好东西。 魏元拉过蓝湛的手就跑了起来,蓝湛被魏元一路拉着来到一处高地。 来这做什么?蓝湛跑得气喘吁吁。 等,魏元拉着蓝湛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。 等什么? 蓝湛见一旁的魏元眼睛亮亮地看着夜空。 忽然间,无数颗流星划过夜空,漆黑的夜空顿时璀璨得如同白昼。 蓝湛抬头看着这美丽的奇景。 好看吧。 魏元回头朝着蓝湛笑得甜甜的。 嗯,蓝湛望着美丽的夜空,要是魏英在就好了,他一定也会喜欢。 魏元的笑容消失了,你就只想到我哥吗? 带你来的人是我。 魏元,谢谢。 蓝湛觉得魏元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。 那你以后对我哥怎么样就要对我也怎么样,魏元有点气呼呼的,我特地带你来看的。 魏元,我跟你哥是不同的,蓝湛不知道为什么魏元这么孩子气,你明白吗? 我不理,哥哥的就是我的,哥哥会让我。 魏元很生气,你不听话,我就不让哥哥出来了。 魏元,你在说什么? 蓝湛觉得魏元说话的状态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 魏元呼地抬起头来,我要把我哥藏起来,你永远别想找到他。 魏元的眼神一瞬间变得森寒,随后头也不回地往坡下走去。 蓝湛想着魏元想着魏元临走时留下的话,心里十分不安,交完货后便急急地返程。 蓝湛快马加鞭,一刻也没停歇地赶回了蓝府。 蓝湛见院里没人,直奔魏英的房间。 门支呀,一声打开,魏英回头见蓝湛急匆匆地奔自己而来。 阿线。 蓝湛一进门就紧紧抱住魏英。 怎么了? 魏英被蓝湛大力地拥着,蓝湛的下颌还依恋地蹭着魏英的肩,魏英一时有点不知所措。 有没有人欺负你? 蓝湛松开了怀抱,拉着魏英的手不放。 哪有人欺负我? 魏英笑了起来,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 魏英看蓝湛风尘仆仆地,伸手理了李蓝湛额前有些微翘的头发,倒是蓝湛你,一路辛苦了。 蓝湛见魏英好好的,看来是自己想多了。 阿线,蓝湛放下心来,从袖带中取出长匣子,这个给你。 是什么? 魏英打开匣子,惊喜地发现匣子内正是自己那天新月的海棠花。 喜欢吗? 蓝湛略微有些遗憾,可惜不能带回新鲜的,我把它做成了干花。 喜欢? 魏英抚摸着海棠花,我知道它刚摘下时的样子,做成干花,它就永远不会凋谢了。 魏英将小匣子收好,回头看着蓝湛,想说什么,又脸红地低下了头。 蓝湛,你要洗个澡吗? 我,帮你去放水。 魏英说完脸烫的不行,转过身,就准备去拿毛巾。 阿线,别走。 蓝湛一把拉住魏英,魏英被蓝湛拉在怀里,脸更红了,衣领子被扯得有些歪,露出了雪白的脖梗。 魏英如一头小鹿般,瞬间引起了猎人,强烈地占有欲,蓝湛细米而缠绵地吻附在魏英唇上,久久不愿离去。 白沙在指尖滑落,轻轻散落在地,芙蓉仗暖,家人如梦。 如水的白色月光倾洒在房间,蓝湛往身旁一伸手,却发现身边的位置空空如也。 阿线,蓝湛起身,房间里也没有魏英的踪迹,蓝湛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感。 蓝湛推门而出,走到廊前黑色的衣摆在风中飘荡。 月光下,魏元眼角泛着可怕的红色,脸上满是愤慨和戾气,独坐在廊前。 魏元,你做了什么? 蓝湛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魏元,蓝湛心里的恐慌又升了一层,魏英呢? 哼,魏元冷笑了一声,转头死死地盯着蓝湛,你,见不到他了。 魏元眼底的红色更加地浓重,嘴角扯出一个让人胆寒的笑容。 随后转身一跃飞出了墙外。 众人开始寻找魏英,府内完全没有踪迹,大家向外围的树林找去。 宋嬷嬷趁身旁无人的时候,摇了摇紧囊中的铃铛,从树林右侧远远地传来了轻微的铃铛声。 宋嬷嬷,你有什么发现吗? 小四见宋嬷嬷站着不动。 哦,小四,宋嬷嬷回了回神,我刚刚看到有个黑影朝那边去了。 宋嬷嬷指了指树林的左边。 等小四领着人都赶往树林左边去后,宋嬷嬷往右边的树林走去。 宋嬷嬷摇着铃铛,她能听到铃铛声就在附近,但魏元始终都没出现。 阿元,快出来。 宋嬷嬷着急地呼喊魏元。 铃铛声隐隐约约的一直都在,但每当宋嬷嬷靠近,那铃铛声一下子又远了。 阿元,别躲着了,来嬷嬷这儿。 宋嬷嬷不知道为何魏元这次这么反常,以前她只要一摇铃铛通知,魏元就会马上回来的。